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只有黑色素 是上面的皮还会变厚 皮会厚起来一团 对 就是说因为晒久了以后呢 皮肤也要自我保护嘛 对 它就会产生黑色素不够了 它皮肤再长厚一点 来让你晒这样子 那真的是到了某个年纪才开始会这样吗 的确喔 尤其你注意有一些男性朋友 他如果头顶上正法 头发比较少喔 你很容易在那里找到那个老人班喔 在头顶上 老人班啊 他现在有看过 真的喔 我还没注意过耶 就是颜色比较深一点 然后有点点褐色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不只在那里喔 男生其实很容易在这个头发旁边的这个病角里面长老人班 因为他这边常常都是留得很短嘛 是 所以我还蛮鼓励大家留像韩星的那种长长的发型喔 哦 了解 可以遮多一点 对 否则这里也很容易长出老人班 那我们一看到老人班就会发现说 很容易辨识 你摸它 它是凸的 对 你摸它是凸的 而且它都蛮大块的 那如果我们要预防老人班或者说很多人担心老人班来找他嘛 或者已经冒出来了 有办法让它消失吗 已经冒出来当然有办法啦 这个办法最简单的当然手术你把它割掉嘛 那听起来就很可怕 但是其实现在雷射多半都可以做到 除非说我们觉得那老人班怪怪的 所谓怪怪的就是说它那个老人班会流汤 会流血 或是说忽然长很大 或是形状忽然很不规则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真的等要把它手术切片拿去化验 它到底是基底细胞癌还是老人班啊 而且这两个都是黑色素 都是指外线长期照射所造成的啊 那所以老人班的预防也跟我们刚刚提到的晒班的预防是一样吗 基本上一样 但是呢 对于容易曝晒的地方最好还可以加强戴帽子 对 还可以加强戴帽子 那刚刚我看到那个 你这个帽子不行喔 这头顶会露出来 不是 我想说只是要遮脸耶 其实我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头顶很闷的时候 会不舒服 怕秃头 对 就是你要有点空气 以后你那老人班会长在这儿 真的喔 只要他上头发还这么冒命 应该不会 对 我的头发可以当帽子使用吗 医师 可以 头发是最好的一个防晒工具 所以头发不要随便剪太短 所以我就再加上一个帽子 效果会比较好 那所谓老人班大概几岁开始冒出来啊 好可怕喔 大部分的老人班其实要到三十几岁之后 好 三十几岁就有老人班 那就是老人班 好可怕喔 我说的是早期 baby老人班 他还没有很明显地厚起来 他也不是太大科 所以一般人会以为他是赛班 那但是他真的 你明显要看到他厚起来的话 一般是四十几啦 四十几 五十这样子啊 所以我大概审视了一下 大家都都没有 大家都二八棉花佳人 好 还有一种说法说喝生姜蜂蜜水 可以去老人班 对 有这种佳人法 真的吗 不过我以我个人专业的看法来讲 生姜是不可以吃太多 不能长久吃生姜 因为生姜它是水比较热的 热性的这种食材 吃太多反而会长斑 而且对 因为我们会长斑的 其中有一部分是体质的 这个比较干燥 会比较糟的所引起的 那所以我们要吃生姜 它主要是可以活血化医 通常我们的精络 少量可以 但是蜂蜜就是很好 蜂蜜用在治疗改善这个斑点 还蛮好 因为蜂蜜它有清热解毒卸火的功能 那尤其是像有便秘的人 其实有便秘的人 他也容易长斑 因为他身上有些毒啊 排泄不完 排泄不了 所以生姜蜂蜜水是一个 省省的使用 但是可以常常多吃点蜂蜜 或者蜂蜜水 或者说到蜂蜜 说到蜂蜜很有趣 今天陈医师带来的面膜 中医方面面膜 也是用蜂蜜水 对不对 用蜂蜜去调 好 我们来看看 据说这个面膜是 慈禧太后在用的 是吗 这个我们都知道 在慈禧的时代 你注重美容保养 这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在这种 传统的一个 宫廷的美容的方济里面 这个慈禧时代 是一个极大层 所以我们最有名的 就是一个慈禧的 一个面膜的五白层 五白层 但是里面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 而且它用鸽子 鸽子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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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要去收集 对 感觉现在太困难了 酒人会收集给它 对 因为它是里面 有白白的成分 那这个是 那个是拿来 研磨在土壤上 可是不会有臭味吗 而且对啊 感染什么问题等等 晒干净之后就没有了 但是因为这个时代 没有人会用那个 所以这个就是面膜之后 就会有一点做调整 所以这个是现代版的 磁吸太后面膜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当归 这个当归 第二个呢 用玫瑰花 所以就是这个食材 然后药材把它磨成粉 那你如果除了这个粉之外 你可以直接用科学中药也可以 我们科学中药 就是把那个药材 已经把它变成粉之后 再把它变成干燥 然后你看这是玫瑰花 玫瑰要自己磨 这个叫做单身 单身它本身有活血化液的作用 尤其如果是这样一般 我们希望它去煮 那直接作用在表皮上 它的作用比较好 好 那这个是白纸 白纸是美白的一个圣药 那当然除了内服之外呢 外用也很好 OK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就是珍珠粉 珍珠粉 珍珠粉 那珍珠粉 我们去中药房买的时候 你要跟他说 我是要负面抹用 不一样就对了 其实是一样 但是你要用吃的话 可能那个价格好像比较高一点 负面抹用的话 你就买一般级的就好 了解 那机袋不是很贵 我去问过就是说 一两 其实一两可以用很多 因为这个才不过三分 差不多一克 所以一两大概在2000块左右 所以其他一次大概五六十块左右 四五十块 真的是高档的公平面膜 好来 来教我们调一下包分量 分量一般平均都是一公克 一公克 一公克以内 对 一公克以内 因为都是三分法 所以等比例 等比例就好了 那想说白一点 可不可以就是加多一点 对 他想说珍珠粉加多一点 对 可以 可以加多一点 那这个敷面膜 我们平常女生也会敷面膜 现在很多男生也敷面膜 那这个面膜跟我们一般敷的那种 保湿面膜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目的主要是 它有几个作用 第一个是说 它会滋入你的皮肤 我这样闻到玫瑰花香了耶 真的闻到 第二个呢 它会有点去角质的作用 刚刚那个 廖先生有讲到 就是说我们有一部 黑斑的部分 第一阶段你要用一种 就是A酸之类的 就是有点去角质类的 那其实像那个白纸 就可以有这样子的帮助 再来就是它有滋润 米白的作用 那单身刚才讲说 它有活血的作用 那我们在使用上 那我们大概就 加蜂蜜水 蜂蜜水来调 如果是一般的水没那么好 蜂蜜水效果比较好 不是 蜂蜜水它有滋润的作用 另外一个就是 蜂蜜水它有 有点黏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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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黏稠的作用 所以它会把这个所有的粉 把它集中起来 集中起来 埃及咽后它的保养 就用蜂蜜 蜂蜜 蜂蜜其实是个天然的 抗菌配方 它为什么呢 它里面有一些 类黄酮成分 这些成分本身可以抑制 一些细菌的生长 所以他们有些人发觉 像糖尿病的人 它伤口好像不容易愈合 对 他们就有研究是说 我用蜂蜜涂上去之后 它的愈合效果比较好 不过这个呢 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 还是要请教 皮肤科医师自己不要乱涂 当然这个 谈到要用蜂蜜水去调 但如果有些青春痘的朋友 当然他也是朋友搬着困扰 这时候你就不要用蜂蜜水了 你可以用蛋白 就是我们的清淡的蛋白 因为它有点像那个 有种像胶原一样 铺上去 这可以把整个脸 这个抹它撕下来 那你看这个 这样子一个稠稠的东西 那怎么用 怎么用啊 我们正常是要用 要用这个刷子 或者我们也不会用刮草 那我们就放在这里 就这样 没有闻到中药味 对啊 还蛮浓郁的那种 那那 敷上去之后呢 待会要不要试试看 是不是真的会变得比较白 待会 可能 你说对比一下就对了 对比了可以 这个就是说 好了 这个半年实验 为了观众朋友 手就到结束的时候再写 那这个白纸比较好玩 就是他们有一些研究师认为 是不是说 白纸本身可以抑制 刚才黑色素细胞有个叫 若氨酸酶的活性 所以它因为抑制它的活性 所以可以减少 黑色素细胞的形成 OK 好 如果说能够加张面膜子 因为它可以把那个成分 往下压 或者它会蒸化掉 所以一般我们要把面膜 敷上去 如果太干的话 再喷一点 喷一点蜂蜜 用喷的方式 好 那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 淡斑的这个中医面膜嘛 那还有啊 我们刚刚提到说 其实斑有好多种 还有这种 大家听到这个斑的名声 就有点害怕了 对 好像跟健康有一点关系一样 我也会想说 会不会是肝有问题 就是 那应该也是有年纪才会有 是不是啊 是不是肝有问题啊 肝斑欸 它主要一开始是一片 不均匀长在我们的脸颊上 还一大片这样子 看起来好像猪肝贴在脸上 所以叫肝斑 因为颜色也很相近 形状也很相近 很大片 那但是跟肝喔 在西医啦 因为中西医讲的肝不是一样的 但是在西医里面 它是跟肝是没有关系的 是因为它的样子跟颜色很像猪肝 所以才叫肝斑 那所以它正式的一个学名 应该叫做黄河斑 它正式的学名叫肝斑 那它是怎么来的啊 它基本上喔 我们年轻人反而不太会得喔 而且第一个都是成年的成年人 第二个女性有多过男性很多 所以它有一个荷蒙的因素在里面 荷蒙 对 身体的荷蒙的一个因素 荷蒙的一个变化的因素在里面 那这个荷蒙就包括说 我们开始成年的时候 我们可能 比如说我们工作睡得比较晚 那或是说有些人他生小孩 他的这个荷蒙有改变 那再来有一些人 其实他女生嘛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 生小孩没有 但是有一天他忽然去晒到很多的太阳 忽然诱发了这个体质展现出来 所以其实它最大的成因就是 体质荷蒙 跟第二个就是这个日晒 那睡眠也是一个 就是变成说这两个要加在一起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不管是雀斑或者晒斑老人斑 它基本上跟日照比较有关 对 那这个又加上了荷蒙方面的问题 对 这个荷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 对 所以在治疗上他也相对不好治疗 那多睡一点可以吗 多睡一点会比较好 比较淡的确 因为我们睡觉没睡好的时候 晚上那个压力性荷蒙它会增加 那我们产生黑色素的荷蒙 也会变得比较活跃 对 也有人说喝这个椰子水 可以淡干斑 真的假的 我觉得那个基本上 应该是不太能够淡干斑 因为我自己本身干斑其实蛮厉害的 也是慢慢把它削掉的 也是有方法削掉 那基本上我觉得椰子水的话 我有试过那些其实效果不大 因为大部分跟荷尔蒙比较有关系的 那老师廖医师说的 充足睡眠其实很重要 那平常呢 可能要多吃一些维生素C的东西的话 其实对淡斑的效果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就不管是什么斑 基本上都是我们刚提的番茄 是 然后或者是维生素C比较多的 维生素C比较多的 对 这一类的就对了 当然C跟E也要一起用 因为两个都有关系的 好 那如果穴位方面呢 中医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爱按之后 爱按斑 都不见 那我今天要学 那我天天都来按 其实我们中医在对这个 斑的一个排除 主要是两个穴位 第一个是远段 好 拿两个穴位 广告之后来告诉大家 另外英国有研究说 手上如果有11颗痣的话 小心喔 可能皮肤癌的几率 会比别人多五倍 这个研究听起来蛮可怕的 对 稍后告诉你 如果我们明天是一个 费量脂结局 我应该知道 还有一次 1 Reme 但是 3你们有任何谈论 遗迹 4等达 非常全能 4分 3分